美国百年来最惨森林火灾 已至71人死亡 上千人失踪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时事报 加州北部的森林大火 迄今至少造成71人死亡 另有上千人失踪 此次森林大火造成的损失之严重 可能超过之前的估计 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说 在美国加州发生森林火灾地区的临时避难所 很多人拿着失踪亲人的照片打听他们的下落 该州巴特县的警长霍内阿 11月16号晚上 列出了一份所有失踪居民的名单 他表示 这是一份令人感到震撼的名单 总共有1011人被列入名单 比前一天多了400多人 霍内阿说 这只是一份初步登记的名单 或许因打字错误 或者因同一个人在多个地点同时被报失踪 从而有失踪人员被重复登记的可能性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当地还有许多居民根本没有申报失踪者的机会 据报道 救援队携带训练有素的搜救犬 前往被大火烧毁的地区展开营救工作 消防人员已经成功地将火势控制了一半 此次大火已经烧毁1200多栋房屋和其他建筑 11月16号 此次加州北部森林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又增加了8人 遇难者尸体在烧毁的房屋废墟当中被发现 当局表示 遇难者总数因此增加到71人 报道称 这是美国100多年以来导致死亡人数最多的森林大火 此外 此次大火蔓延速度太快是导致众多人遇难的原因 在强风的作用下火焰点燃干枯的灌木和枯萎的树木 导致火势一次次迅猛扩大 在毁灭性森林大火爆发一周之后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 他将于11月17号前往位于西海岸的加州 据白宫公布的消息说 川普计划看望受灾的群众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事实报